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Yvonne,我是Sara 那我们今天两个是想做一次正经的吃播的博主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最近就吃播在市面上能买的 我们觉得还不错的几款螺丝粉 那我们首先就是有这个螺霸网的 我们有几个? 两个 两个螺霸网的,一个是干捞的这样子的,给大家看一下 然后一个是正常的螺丝粉,就是很多人都买得到的 然后这里面是没有安图蛋的 然后还有就是好欢螺的两个,一个是这种的 这是什么味道? 就是正常的那个,就是老火的那个 很火的那个,这样子一带 然后这个是小龙虾味儿的 其实它好像就是一个酱料比较不一样,就是多了一个小龙虾的酱料 然后一个就是最老的柳虾的这个 然后我们现在就话不多说,干净去煮起来,大家都饿了 就先煮好欢螺的吧 因为它两个粉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就放一起煮吧 因为我没有几个锅,给我个剪子 然后这口锅我们放螺霸王的也是一起装 这两个是一样的粉吗? 但是好像不太一样的 要不是分开吧? 要不分开吧 你看看那个柳虾的那个呢? 我先煮罗霸王的吧 柳虾的吗? 柳虾的那个好像也是不是不太一样 好像差不多耶 我打开蛋了 等一下 别动别动,煮一下 一样的一样的,差不多 出细差不多 你确定了,可以一起煮 就煮好了,就是把所有的粉都先提前先这样煮好 放在板里边 然后我们用萨尔的方式就把调料放进去以后 我们再加水 少了就是这个干捞了 然后其实好欢容的那个粉也不是很多 就是很正常 首先我们邀请三位男士登场 你们的筷子都在那儿 等一下 你等他们俩到齐了 你再夹 一起夹吧 不是,一个一个夹吧 不是,他们一起吃一个 来吧 然后我们今天其实有厂文员住 其实这三位都对不太吃辣椒的 他们对于辣的东西其实都还好 只是我们两个很喜欢吃辣 所以就 对,我们就最后再说 对 让他们先试吃一下这个 这是什么呢 这是那个小龙虾的 好,来尝一下这个小龙虾 尝尝吧 来,快尝,快尝 来,尝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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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给你尝一下 辣吗 怎么样 辣吗 挺辣的 但挺香的 味道还可以 你喜欢吃小龙虾的吗 你喜欢吃小龙虾的吗 有那个小龙虾是不是 辣 辣 对 然后它味道其实说 因为我们只放了半包那个调料 辣酱包 所以它的辣度就还ok 是可以接受的 是可以接受的 就是如果要是说大家 不是特别能吃辣的话 我就比较建议大家放那个小龙虾酱 还有那个辣椒油 全部都放半包 放半包就好 而且它这个里面是有点淡淡的那种小龙虾酱的味道 有那个味道 对 但是就是 怎么说呢 不是很浓郁 没有是特别浓郁 但是你能完全全吃出来 它来不一样的味道 对 那就是跟你刚看到这个小龙虾是还是有点点落差 因为它上面那个包装 我以为我给扔了 它上面是有个很大的小龙虾在上面 就让你对它的希望值太高了 会高一点 对 然后下一个我们就试吃这个 这个 好欢罗的这个 你带子 都给扔了 好吧 我给扔了 没事我到时候再剔个图 等一下 来 这一会是你的小龙虾这个 好吃 那种还可以 是吧 尝尝这个 我们没有放太多 这个是很欢罗的 小龙虾这个 你仔细品品还是挺好吃的 对啊 那种还可以 你少挑点 这是我的 这个酸 这个会酸吗 因为我们这个小龙虾这里面好像是没有醋包的 有醋包吧 一会儿你到时候再收吧 我们到时候再放平 怎么样 这个酸 这个酸吗 辣吗 好辣 这个 这两个相比 这个比这个辣一点 这个比这个辣 这个好欢罗的其实并不辣 你尝尝 我感觉好欢罗的更酸一点点 而且我觉得它的 就因为它可能有那个醋包 它那萝卜那个也关 对 它萝卜的那个酸味会被突出 对啊 就是我会说特别那个 小龙虾那个辣味会更重一点 对 但是就是这个辣是那种 你没过来的打喝呢 我们就在 我们最后再打 你要先吃完它 我们总的来 这个我觉得是好吃的 对是好吃的 对 因为它就是酸辣的那种口味啊 别让它小龙虾 是吧 好到目前为止哈 小龙虾的票数票 下一个就是这个 这是看着萝卜王的 会比较清淡一点点的 来来来来 我们的这些厂外援助 已经等级了 很辣吗 辣吗 辣吗 是辣还是怎么样 这个不好吃 这个是我男朋友最喜欢吃的一个 这是为什么我忙了一下 就没有味道 是吗 是咱们是 你是没放量吗 我全放了 那辣椒我只放了一笔半 来尝尝 这一款啊 它的酱料的味道和它的辣味 都不浓郁 都比较清淡一点点 让他男朋友比较喜欢吃清淡一点点 螺蛳粉 既然叫螺蛳粉就不能清淡 但是它的螺蛳味道确实就是 没有什么味道 对它的那种酸啊臭的味道很淡 很淡 是比较清淡一点的 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吃这个柳全的 柳全的 最老的柳全的这个螺蛳粉 而且在我们这里面买的应该是最便宜的 试吃就是这个 罗霸王 罗霸王的那个干捞的 然后来 来来来尝一尝 来吃吗 再拌一下 因为它比较特别一点 就是它不带汤的这种新出的这个是 它就是用那个辣椒油的那个油来 对 尝尝 这个夏天吃就很清爽 所以我很喜欢这个 我觉得这个稍微 有点不太像螺蛳粉了 就觉得像拌面那种感觉 我觉得刚才这个就不太像了 这个其实我觉得更咸一些 我觉得是会很重 偏重口一点 这几个味道怎么都不一样 都是不一样的 这个有没有有点很像那种夏天会拌的那种 凉快的那种感觉 对 就是我们吃的那个 那个什么干 筋排干溜 我觉得就有点像 对对有点像 就有那个花生碎嘛 对它就不是很像 正常的 就是原版的螺蛳粉的味道 我们 试吃下来觉得吧 要最好吃 你们觉得哪个最好吃 一人一个答案 小龙虾 老公 我也想吃 今天居然得到最高的是小龙虾 就是这个是我觉得不太好吃的 对这个在我心目中的排名可能 第三 第三 第四 我没有想过它 会排第一 现在 我最喜欢的就是今天煮这么长时间来说 就是今天 你今天的味道来说的话 我更喜欢还是这个 好关锅的这个就是原版的这个 对 但是平常我会买的 因为我男朋友特别喜欢这个 罗巴王的这个 但真真不知道为什么味道出谁 不太一样 就是很淡 有些就淡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们先吃了很重口味的 两个螺蛳粉 然后再吃它就感觉没有什么味道 对 但我个人还是比较喜欢吃柳圈这个原味的这个 所以三票是小龙虾的 所以三票小龙虾的 获胜了获胜了 获胜了 但是我真的是 可能这个 这个平时我有吃就是煮那个一些丸子 在上面 我感觉没有那么 咸 今天吃起来可能感觉味道也是有点点 有点重 不太好吃 对 然后就感觉更像凉拌的粉 或者面之类的 就比螺蛳粉 可是原版的螺蛳粉 我觉得还是要我排的话 我可能会是 就是柳全的这个和这个好 好换螺 好换螺 换螺的这个 这两个是我心目中的第一和第二 我就觉得这两个是最好吃的 最不好吃的是哪个 第三个是 这个吗 就是螺霸王的 就是最不好吃的今天呢 排出来就是这个螺霸王的这个 大家都觉得最不好吃 我觉得还是煮我们心里是哪个部分 对 可能没有煮好 但是 按照平常的步骤 我只是少加了一点点辣椒油而已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 就感觉味道好清淡 是在家里边煮一款 这种螺蛳粉来吃 虽然可能家里边会 臭臭的会感觉说 好像熏了这个家里 我跟美女人说 我觉得爱的人 会懂这个味道 他不会觉得这个味道很难吃 对 很难闻 很难闻 就是加了酸笋就不是这个味道 所以我现在要加酸笋 你要不要加 dentro 不不不 不不不 全身拒绝 万 prote 为什么要拒绝呢 然后我们饼成鱼不浪费的这种泰饼 我们就打算分的是他们 对因为我们一共只是有五个人 我们就分了 我就会把这碗给纯的吃完 然后我还加了这个酸酸进去 然后他要吃那个好花螺了 他就把它给吃完 那我们就开始吃吧 这还有三包榨菜 我们都一点挤点吗 还是就是全都挤一半下的 可以 我们还有三包这样的榨菜 其实为了今天煮这个螺蛳粉 怕浪费了 怕吃不下 所以我们都没有吃 对 没有怎么吃饭 好饿呀 总结一下今天的螺蛳粉 我们觉得说是小龙虾最好吃 最好吃 但是我们个人还是比较偏向于 柳全的和 好欢螺的那种 好欢螺 因为它味道比较适中 不会有那么重那么重的味道 然后辣味也还好 都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比较清淡一点的 可能就是那个 拌的那个 拌的那个和螺蛤王那个 黄色带状的那个 那两个灰口也比较清淡一点 我觉得对于就是这种 不是特别能吃辣的 然后这些都可以吃这个 对又是素食的 又不能吃很辣的 而且还有可以在里边加很多这种 丸子啊 丸子啊什么的 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那我们下一次会继续吃火鸡面 火鸡面 那敬请期待我们下一个视频啊 拜拜